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下午的直播環節 來到有問必答我們請來的嘉賓 有要財證券研究部的分析員 譚志樂在這裡的Anna 你好 李士允 你好 先跟大家看看大事方面的情況 暫時行指跌至219點 報23106點 國企指數跌109點 報9589點 成交方面暫時去到447億多 可以留意 另外家庭觀眾有任何股份問題 歡迎打電話來我們的問股熱線 電話是204-6566 又或者是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 ask at bschannel dot com 我們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鄭小姐 鄭小姐 你好 你好 我想問什麼股份 2345 111 2345上海 111 2345上海 111 個半有貨 是 看到什麼價 好 先看看現在的造價 2345上海 111 現價佈在1.74的位置 升幅超過3% 個半就拿貨 現在都有一些利潤在手價 前景上面可以上網到幾高的位置 也看到這個股份近期不斷試 52周高位 這些位置我覺得有條件 繼續向上網 始終這些類型的股份 第一方面 不會跟隨著大市 有所調整的 所以看到即使市況今天跌 跌成差不多1% 200多點 這個股份也不會受到拖累 最重要的整個技術層面上 都看到股價有個突破的跡象 所以短期後市是有條件 繼續向上網 如果從技術走勢上看 之前的股價 在9月份開始一直橫行 到1.5.5至1.7 這些位置區間 正正然然 這個橫行區間大約是1.5 先了這些水平 所以現階段看到股價 就去到1.7這些阻力位之後 若果短期後市能夠站穩 在1.7樓上 以量度升幅去看 股價有機會看回1.8.5 這些水平 所以這些位置我會建議 看到1.8.5這些位置 如果股價能夠升到 1.8.5 在這些水平上面 估出獲利 短期後市來講 只要繼續站穩 在10天線1.6.5樓上 繼續持續 我覺得基本上沒什麼問題 可以上網到1.8.5的位置 鄭小姐OK嗎 還有多隻 可以問多隻 是啊 你想問什麼股份 還有一隻 中石油 5.6買入 5.6買入 好 看看就是中石油 不用支持它 好 現在就報在5.39的8.57 跌幅超過2% 本身家庭觀眾鄭小姐 在5.6的位置有了貨 其實近期油價走勢 又開始有一點反覆 怕不怕它會越跌越深 還有需要不需要這麼快去做一個止蝕的動作呢 的確的 看到三桶有 包括中石油 在內這三天 整體的股價表現是比較差 但是都跌到這些位置的情況下 不建議止蝕著的 我覺得可以再守多一會 因為最主要原因 大家現階段最擔心 都是在說幼組 達不到共識 現階段都是在擔心 接下來的幼組 郵組角裡面的成員 分期都仍然非常之大 但是我覺得 是不是真的會太Q 達成不到共識 這個機會不是太大 現階段都是主要市場憂慮為主 現階段其實是油價 雖然從高位回落 但是回落的幅度是非常小 大家都是主要有這個憂慮 但是在說 其實都預料在11月裡面 會有進一步的消息出到來 如果最終這個不明朗因素 消除的話 股價仍然會有機會再掉頭向上 如果你看回圖表走勢上面 這些位置 中石油的股價走勢是相對比較差 如果5.6這些位置買了 短期來說是要繼續捱價的 即使出現技術反彈都好 我覺得未必這麼快 上回到5.6這些位置 但是去到這些水平的時候 我覺得調整幅度未必會太大 因為最關鍵的支持位 50天線 5.25這些位置 都有機會守得住 所以這些位置捱價 最多都是捱多2-3%左右 所以繼續拿著我覺得 沒什麼問題的 這些位置我會建議繼續拿著 而回到50天線 5.25作為一個指洩位 不足為50天線 我覺得始終石油股 有條件繼續中長線持有 至於後市目標 中石油股仍然會提到6萬這些位置 謝謝 來的分析 幫到你嗎? 謝謝你 謝謝你的電話內電 我們轉看看電郵方面的情況 有一位家庭官仲礦先生 想問股份1193華潤燃氣 在24.7這個位置持貨 想問目標價和怎樣定止止洩位 現價是1193華潤燃氣 佈在25元的位置 暫時沒有升跌 近期圖表的走勢 都慢慢向下試 100天的移動平均天線 應該怎樣去部署呢? 燃氣股短期未必會有太大的衝勁 政策層面上 都不會預料會有特別利好的相關消息 在內地的燃氣管道銷售 內地有相關的政策 去限制他們的利潤水平 所以預料他們的盈利能力 都不會是非常非常強的 短期後市我覺得 暫時沒有太大的衝勁 但最重要的是 燃氣股好像這個板塊 華潤燃氣股為例 在股值上 又未至於非常快 但歷史市盈率上 都有20倍PE 所以這些位置 我覺得要小心一點 如果看過去歷史上的表現 以現階段的股值來看 沒什麼問題 但如果營利能力 未來來說 仍然是增長放緩 受到政策等等 這些因素所限制 股價表現 可能就會差一點 所以這些位置 做好風險管理 看整個技術走勢上面 最關鍵的支持位 24.5 這些位置 如果股價跌穿24.5 這些重要的支持位 後市第一方面 很大機會 會修補8月份的上升劣口 甚至很大機會 會下市回22.5 甚至更低的水平 可能下市回52週低位 20元這些位置 都不出奇 所以這些位置 就小心一點 看看股價會不會穿24.5 如果穿24.5 就要理性地指洩離場 至於後市來說 反彈目標 若果能夠站在24.5 這些位置上 反彈目標 我最多看到26元這些位置 好 就要嚴守住24.5 那位置 希望可以幫助家庭觀眾 亦都麻煩你按摩的分析 專門看看其他的股份 都和你看看 就是長實地產1113 其實就說到 他們出售上海的一個物業 就是世紀會廣場 作價去到230億元人民幣 看回今次的出售230億元 其實見到很多大行都說 這個作價是不錯的 交易方面都是正面的 對於他們來說 長實地產有沒有一個很大的幫助呢 因為都說今次這個出售有些特別的 是要借錢給買家 然後再將這個東西過給買家 這樣的做法好像很少見 對他們來說 會不會都有些幫助呢 其實長實地產套現 好像上海的相關資產 這個整體現 一定是特別對大行的看法來説 屬於一件好事 始終在說 第一方面 講這些本地地產股 無論是本地地的業務也好 或者講內地的一些資產等等都好 股價其實本身對NAV 都有一個自然的幅度在 所以一旦他們出售資產的話 基本上可以釋放價值出來 對股價來說 怎樣都有正面的作用在 但是始終在說 交易的金額上面 不算非常之大 62億元左右 所以實際上 對整個這麼大的公司來説 刺激作用就相對地有限 但是我覺得大行方面 你看看這方面來説 除了可以釋放價值之外 最重要就是一個Signal 告訴大家 未來來説 可能有機會陸續出售一些相關的資產 甚至未必說單止是內地業務 近期有消息 甚至可能在香港相關的物業上 都有機會進行一些出售等等 所以未來説會有一定的衝勁在這裏 如果短期後市來說 看法未必說會太過差 始終對於本地地產股來說 最大的風險因素是12月份 美國加息 但實際上 美國加息對於本地地產股來說 影響不會太過大 因為預料加息速度也不會非常之快 所以短期來說 我相信股價 都未必說會有一個很深的調整幅度 甚至有機會比大市來說 較為硬正 如果你是從整個技術走勢上 看回長實地產 暫時來說 雖然股價是受制於20天線 即是56元左右的阻力位 這幾天來說 都不能夠成功突破56元這些位置 但是看過去 由6月份7月份開始 股價都一直站穩在54元樓上 短期後市來說 只要繼續站穩在54元樓上 問題都不大 所以我維持看法 我覺得短期後市 講長實地產 比較大的機會 會維持一個橫行的格局 徘徊在54元至57元的區間 但是後市 我覺得只要不穿54元這些位置 向上突破的機會 都仍然相對地比較大 好 現在長實地產 編號113 就佈在55.5毫半 都站得比較硬正少少 升品就是3毫子上來 都可以留意 謝謝阿朗跟我們 跟進了多謝股份價的情況 多謝裡面有沒有哪一隻是持有的? 都沒有持有的 好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有其他情況環節